大家好,我是焦魔力 炎热的夏天就想喝一碗清淡的汤 西红柿鸡蛋汤就是其中的一种 但是很多人在家里就是做不出饭店的味道 今天我就把西红柿鸡蛋汤正确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做出来汤鲜味美,营养丰富 一起来看看具体是怎么做的吧 下面准备两个又大又红的西红柿 你们有没有发现西红柿的叶子它的数量有所不同 一个是六片,一个是七片 西红柿它也分公的和母的 再把它的叶子摘掉 再用一个不锈钢叉子或者是筷子 往西红柿中间白色的点扎进去 力度稍微小一点不要把西红柿穿透了 我们再把煤气灶打开,开小火把西红柿烤一下 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就能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 就证明西红柿的皮已经裂开了 皮裂开了像这样就已经烤好了 像这样就能很轻松的把皮给撕下来了 我觉得这个去皮的方法简单又实用 比用开水烫省时又省力 而且皮去除的非常干净又光滑 看着也非常的漂亮 接着再把去干净的西红柿改刀切成薄片 西红柿既可以凉拌又可以炒着吃 还可以当作一种水果来食用 切片之后再改刀切成条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下面再准备两个鸡蛋和一个鸭蛋 听老人说这叫鸳鸯蛋 两者一起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 再把它打入一个碗中 往里面加入一丢丢食用盐增加底味 再用筷子朝着外婆家的方向搅散 使蛋清和蛋黄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给它多搅拌一会儿 搅拌均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 小碗中再准备一勺淀粉 红薯淀粉玉米淀粉都可以 加入小半碗的清水 用勺子搅拌均匀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几根洗干净的香葱 把它切成葱花 再准备几根香菜把它切成小段 不喜欢吃的朋友可以不放 切好之后一起装入盘中备用 接着起锅锅中加入适量的猪油 猪油做出来的汤才更加的香 味道也更鲜美 油热之后再把切好的西红柿丁倒进来 给它翻炒一下炒出西红柿的汁水 家人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炒出汁水以后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开水 一定要加入开水煮出来的汤才更加的浓稠鲜美 让它煮上一分钟 把西红柿的营养全部的煮出来 一分钟之后再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把水淀粉加进来勾勾薄芡 用铲子推动一下 开大火把汤汁收至浓稠 最后再转小火把鸡蛋液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倒进来 切记不要一次倒的太多 要成线状把它倒进来 这样做出来的蛋花才更漂亮 倒完之后先不要着急的翻动它 使鸡蛋慢慢的漂浮在水面 漂浮起来之后再用铲子轻轻的给它推动一下 大家可以张大嘴巴看一下 现在的蛋花是不是形成的非常的漂亮呢 出锅前我们再撒上切好的香菜和葱花 继续用铲子给它推动几下 关火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非常鲜美又好喝的西红柿鸡蛋汤就这样做好了 夏天没胃口的时候来上一碗真的是吃着心里美滋滋的 做法简单营养又美味 而且这样做出来的鸡蛋吃起来特别的鲜香滑嫩 我家两个女儿特别喜欢吃我做的西红柿鸡蛋汤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转发哦 谢谢您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好吃一做的家常菜 就要蘑莉天天分享 谢谢啊 就是 9个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